他有兩個老人家 他住的是一個房署很舊的單位 可能租金只是兩百多元而已 這份忠援金給這個二人家庭的租金津貼 正正會交給房屋署的那份租金 總之近年來因為房屋署欠租相當多 有很多忠援人士先洗未來前 把那筆租金津貼用到其他用途 不交租 但到他們面對逛街被人趕出去的時候 他們就來找水泡 找社工去求房屋 或者又要當作流浪漢 再申請一個欣述安置上樓 這件事只差來做 結果終於房署和社會福利署說好 反正這筆錢是納稅人被社會福利作為中門人士的租金津貼 如果他們是要交房屋署的租金 不如就由社會福利署直接交到房署那裏 結果現在這樣的情況就用一個解決辦法處理了 但這個是爭取了相當多年代底下才成功的一個做法 因為其實就真的好像現在的人批評政府那樣 有些時候政府部門之間是大家各顧各 不理人 但是同一筆錢來的大家記住 其實也都因為近年來香港的環境都不一般 有些時候也有些市民有些聲音出 最近這幾年就收緊了一些申請綜援的條件 其實這個受到最大影響的就是那些新來港的家人 其實現在就是說居港年期要滿七年 又符合同期市要符合經濟狀況調查的 那些人士才可以去申請綜援 如果他的年齡是在60歲以下的話 他也是一個健全人士 社會福利署就需要他去自力更生 盡力去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 那些就會撥入低收入或者願意參加自力更生計劃 以便他們可以積極求職 或者在一個合理情況下沒有辦法工作的人士 例如一些單親家長 或者是他的家人是需要照顧殘疾人士的那些 他才有資格去申請綜援 底下其實那個計法就有點複雜 簡單說其實就是因為社會福利署都鼓勵那些中緣的受助人 他盡量如果自己都還有些時間可以拿出來 去做一些part time的時薪的工作的話都盡量去做 所以政府是容許這些領取中緣的人士 例如可能去西芬爾粉那裏兼2個小時的兼職 或者去百家做2、3個小時的理貨園 或者去麥當勞做幾個小時是準確的 譬如說一個單親的家長 當小朋友的子女去了上學的時候 他那4個小時、5個小時 其實他應該是可以割到一部分時間出來自己做兼職的 因為這樣的話第一他保持跟就業市場的一個接觸 第二他習慣回去工作 將他的家務作其他的安排 以便拿出一些時間出來繼續去工作 賺到多一點回來 就令到家裡可以鬆動些 這個全部都是社會福利署鼓勵的 為了鼓勵那些受助者工作 其實現在每個月可以獲得豁免計算的 他們的薪金收入是有千多二千元的 那裏是自己賺 再袋下袋的 是不用在中援金裡扣出來的 另外 社會福利署認為 這個中援底下認為的一些認可需要是什麼 就包括有一個標準金額 標準金額其實是用來給他們做火食費的 另外有其他各種的補助金 包括一些長期個案補助金 因為一年到晚 將棉皮越蓋越薄 越蓋越實的的 不溫暖的 這些都是要替換的 你的電飯煲 可能十年八歲 又是會弄的 那些也是要替換的 因為單親有些時候 只有自己一個去照顧小孩 可能要買多一點東西去哄小孩 所以有一個單親補助金 另外有些社區生活補助金 例如我剛才說的租金 兒童的學費 以及其他教育費用 其他教育費用 其實不是很多 但如果是貧困的家庭 在幼稚園的學費上都可以申請減免 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個不是由中門金發津貼 而是可以有其他的減免 但是補助費的就不能申請 中門下 不過如果是有一些其他教育費用 我不太知道這是什麼 不好意思 另外還有一些特別的善食津貼 那些是什麼呢 就是 社區福利署定了的 這個中門下定了十種病類 是可以有特別的善食津貼 譬如說餵病 即餵繪羊那些 可能是要買一些優質的食物 政府認為 譬如說那些肉類、蔬菜、各種米類 可能他要用一些比較好的質素 所以那些是 胃病、肝病、腎病、貧血 另外就是癌症、紅斑狼瘡 還有 是 餵這個流質餐 就是由鼻膏到喉管 下個胃 要餵一些可能冠狼的流質餐 那些是比較貴的 那些是來老貨 那些就是有特別的善食津貼 另外就是 如果是那些中門受助人 他是要一些復康和醫療用具 譬如說輪椅 或者他平日要打糖尿的胰島素針 那些藥就由醫管給了 但是那支針和棉花、沙布、鹽血糖的那張試紙 那些全部都是要病人自己給的 那些就可以起序 如果他是拿中門 那就有這個特別津貼 另外交通費 那些小朋友出去上學是跨區的 他一定要搭車的 那個交通費就可以實報實銷的 那另外就是有些中門的長期病患者 那他是因為長期病患做不到事而拿中門的 那他回來覆診 或者回來醫院做各種的 可能是洗腎那些 洗血那樣 那他的交通費也是可以安排的 我其中又講故事了 那其實就是令我想起的 就是因為最近又是有一些小數族裔的 不是很和諧的一些事件 香港地 其實就是很多年前 我在聯合醫院那裡做的時候 就有一個是巴基斯坦的 離婚的婦女 巴基斯坦人其實婦女是很 她的勢力很弱的 男女很不平等的 而那個婦女 搞到要離婚 其實對她的家庭來說 是一件很慘痛的事 因為沒有了丈夫之後 就等於沒有了收入 因為他們巴基斯坦婦女 多數都是來到香港之後 都未必那麼適應到本地的情況 她們多數都言語溝通不了 很難找工作 但是那個女士就拿著中門 帶著兩個很小的小朋友 可能她丈夫 我猜是以前打得她很重要的那一類 她長期有腰骨痛 她就回來我們醫院那裡做物理治療 當時在聯合醫院 她每次 她來到我們那裡減肥的時候 因為減得多 了解她多些 問候她多些 關心她多些的時候 才知道 她說她其實在我們醫院做了很多年的物理治療 但是每次都是她自己 在她的中緩金裡 撕一些伙食錢出來 去給物理治療門診費用 我就問她 為什麼你拿了中緩這麼久 沒有人提醒你 其實你是中緩受助人 你可以減免回來覆診 和物理治療的費用 她就當場哭 她說從來都沒有人去問她這個問題 其實這件事是她怎麼說 她說很少人好像我們的部門那樣 去關心她們這些人 去告訴她們她的權利和幫她們 然後她慢慢慢慢覺得我們的部門是關心她 後來過了一段日子之後 她又再回來拿減費紙的時候 她就跟我們說 因為她也是講英文的一個人 她懂英文 她就說她其實願意 回到我們醫院做義工 去教她和其他可能有需要的 那些窮人家庭的小朋友 去補習英文 這個就是其實社群 都很令人感動的 我們幫她的時候 她有能力她又會幫回我們的 另外就是那個可評估收入那方面 就說些什麼呢 就是剛才說的 有些她可能出去做一些part time 賺到一些薪金收入回來 或者是親友有些現金資助 可能是有個 她可能有個弟弟 每個月可能會寄五百元港幣給她 去幫忙 但是五百元這個數目 都不夠她那個基本的生活開支 那些也是需要申請綜援 另外很重要的一個改變 一個改革 就是說在這個經濟有困難 而在2004年 這個是一個經典的日子 現在一個分水嶺 就是2004年1月1日前底港的人士 她只要在香港住滿一年 她入息微博 積蓄和財富是低於社會福利署的標準 就可以申請這個綜援金 但是2004年1月1日之後 才移民來到香港的人士 怎麼辦呢 那些人士是要住滿七年 然後才有資格去申請綜援的 所以現在香港有些病人的家庭 那些就是老夫 就是那個丈夫 年紀大那個 還有新生在中國內地 下來香港那些 18歲以下的子女 社會福利署是給予一個特別的豁免 他們這個居港權 就算她是今年年初來到香港 她都即時可以申請綜援 因為兒童是得到一個特別的恩述 在這個綜援上面 但是如果她的媽媽是一個內地居民 是2004年1月1日後 才拿單程證來香港 移民了來香港 她就沒有綜援食 她很多時候就可能要出去 幫忙洗碗 或者做清潔工人 去賺她自己那份工資 那份伙食 所以現在有些家庭是這樣的 但是我最近就有一個病人 就有問題了 因為這一類有些時候 老夫少妻的家庭 那個丈夫很多時候都捱到殘了 就開始各種的毛病出 結果一個先生就進了醫院 但是他們真的 80歲的男士 有一個11歲的唯一一個兒子 11歲 我太太就50歲 我太太本來就賣點心 自己自力更生 而丈夫和兒子就拿中援 但是因為丈夫最近病了 就住了在我們醫院 現在香港不是有條法例 叫做不能獨留子女在家中 那又犯法的 但是我們以前起家中 就不犯法的 起碼我就是第一個 要在家中照顧孩子 10歲的姐姐照顧孩子 媽媽出去上班去工廠 那類的 我們以前真的能幹很多 我們的背 好笑 但是又真的充滿辛酸 這個家庭 因為爸爸入了我們醫院 11歲的兒子 不可以沒有人看 結果媽媽就遲了一份工作 放學要照顧孩子 我問她怎麼辦 那份鐘門 不能特別破例 還給她 她說 算了 大家有足吃 足有飯吃飯 看看老公和兒子的鐘門 有多少 就支撐她那份火食 另外 就是為了鼓勵有些單身的老人家 而她有家人 在廣東省和福建省 這個鐘門就鼓勵她們 如果她年滿六十歲 住在香港滿七年以上 兼且她已經拿鐘門 是拿了超過三年 其實她們是可以回去廣東省 或者去福建省那裡養老的 而鐘門金是會跟著她們回去的 繼續 每個月都可以定時出糧 另外就是 鐘門下就有我剛才所說的一些津貼項目 包括就是 或者是有水費津貼的 也有的 還有獨居老人 或者是一些傷殘的獨居人士 其實她們還可以透過鐘門金 支持她們去裝一部電話 電話費都是鐘門金會再發放的 另外就是 平安鐘有沒有聽過 一會兒也會說 那些也是 平安鐘 就算是 當然我們自己的父母的家 都可以裝 自己給 月費大概100元一個月 但是如果是鐘門家庭 或者是低收入人士的家庭 其實服務的機構 和鐘門本身都有資助 或者是減免她們的費用 其實這個平安鐘 是我們香港很出色的社會服務 台灣那些地方都很想參考我們去推行這件事 另外 講到最後的程度 假如兩腳一身 那怎麼辦呢 其實如果是鐘門受助人 他們是可以 憑單 當然是全部都 去憑一個簾狀津貼 暫時來說是一萬一千元底下 不可以再多了 那也是社會福利署 調查過幾間殯儀館 他們認為在這個數目裡面 是可以為死者提供一個簡單莊嚴的一個簾狀的服務 所以把價錢定位在這裏 但是這個一萬一千元這個簾狀津貼 是沒有辦法幫她 給了那個 可能是骨灰位的那個 費用 和那個碑的那個費用 這個是支付不了的 所以火葬完之後 那個灰 就要另外可能自己找個鞋子 裝著它 然後看看怎樣 可能在白金上面 在其他方面 籌操一些錢去 另外有電話 搬遷 成人尿片 眼鏡、假牙的津貼 這個是忠援計劃 忠援計劃之外 還有另一個 並非忠援計劃裡面 這個就叫做公共福利金 公共福利金底下有兩個項目 一個叫做高齡津貼 就是我們俗稱的水果金 現在就是無論普通高齡津貼 或者高壓高齡津貼 都是一千元 另外一個就是雙殘津貼 這兩樣津貼 我經常跟一些混淆的病人 和家人解釋 我都舉一個例子 李嘉誠先生不太好 我就會跟家人介紹 我就說這個雙殘金 就算李嘉誠先生本身不遂 他也有資格申請 大家就明白了 這是不論貧富 不需要經濟審查的 說到安老服務 安老服務其實真的是 衣食住行和最後的後事 都一樣是有各種的服務 其實社區支援服務 就是支援那些 繼續在自己家庭裡生活的老人家 包括有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那裡很特別的就是可以上去搭食 可以上去洗白白洗澡 可以拿自己的床單被鋪去那裡 那些大機那裡幫忙洗 這些就是自己去找服務 這個叫做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還說一件事 在香港地 我們的社區服務 其實是跟區議會區為劃分的 基本上就是18區 我們就有18區的服務 每個區的服務都一定有那樣服務在 但是如果是人口籌密一點的區 那當然可能同一個服務 它會有兩間中心 有兩個機構去提供 但是總之無論那區 是人口籌密 還是人口稀疏 每個區裡面一定 那些項目的服務 起碼有一個機構在 另外就是老人日間服務中心 那些就是做一些 有些是護理康復日間照顧的 那些我們就說去上學 去那裡操控他們 操控他們更健康 自己可以照顧自己一些 少麻煩家人一些 另外就是有些就是 長者活動中心 就是給大家去玩的 民喻康樂活動 去學一下包種 去學一下打電腦 那些很噁心的東西 然後有一些實實實實實實實 去做一些家務的替代工作 那些就叫做家務 助理服務 就是照顧他們日常起居生活 可以幫他們老人家買菜 可以幫他們送飯糊飯給他們 可以陪他們去覆診 這件事很重要 其實香港有不少 很孤零零的長者 那些一二人長者的家庭 他們其中 特別是住在舊區 可能是堂樓 沒有升降機的那些 他們很多時候 健康一直差下去 只是因為一樣問題 沒有人帶到他們回來覆診 沒有辦法持續穩定地去覆診 去看醫生 所以陪診服務很重要 這個是家務助理的當中一環 另外就是家庭服務中心 這些就做真的輔導 當然裏面還有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如果是社會福利處裏面的家庭服務中心 我那些社工的行家 他們其實是身負一個重任的 他們會幫政府去做一些公職的事情 包括去看守一些禁制令 可能是保護兒童令 那些特別一些 譬如說 禁制令 譬如說是個丈夫很暴躁 經常去打老婆 老婆申請了禁制令 不讓她回家去騷擾的那些 都是由那些社工去監管住的 就是由家庭服務中心 我們叫我們那些很本事的同學做花彈 什麼都要懂 至於在家裡沒有辦法再有足夠的家人照顧到她 那些就唯有考慮軟石服務 軟石服務其實現在社會福利處有提供 最差的那一環就是由醫院管理局去管理的 那些是療養院 他們就是長期臥床那批需要高度護理的那批長者 其餘那些都歸社會福利處管 另外就是當那些家庭有一些緊急的變故 譬如說可能是老老兩個老人家的家庭 其中一個晚期健康問題進了醫院 進進出醫院 另一個又照顧不到自己 那怎麼辦呢 就可以為他們去安排這個叫做短暫住院服務 這個其實就是短暫住院服務有日託 亦都有是暫托是過的 這個可以分擔家人長期照顧的疲憊 頂籠是可以暫時托管六個星期 其實如果是日託那些大概是給伙食費 和少許錢 基本上我印象中那些機構是收100元一日的 日託 有些時候可能那個費用放假 或者是可能是那個照顧者自己都有需要 可能他要回內地辦一些急事 可能他自己也需要入醫院 那些就可以暫時放在附近那些老人院的暫托位 另外有些可能是照顧了那個家人 長年累月自己完全休息也沒有休息過 累得不得了 他很想抽一個月時間回去大陸探望自己的媽媽 那些又是預早三個月前透過社工 向那間院舍申請一個暫托位 到時候他就可以放一個假 這個就是舒緩那些長期照顧家人的疲憊 讓他們可以出去叉叉電 另外有些緊急住院服務 緊急住院不是住醫院 是說將那些老人家暫時安排入去老人院舍 那就是為了一些特殊情況 需要院舍照顧的人提供一個短暫住院服務 另外私營安老院 這個是最快趣最簡單 有錢就搞定的一個地方 就可以安排到的 這個私營安老院其實現在在香港地 是所有這些私營安老院都需要向社會福利署申請發牌的 或者如果他自己服務的質素 那個環境的水準 未合乎這個註冊條例的話 他都要拿一個豁免證明書 才可以繼續經營 另外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那個走火安全 符合消防條例 這個就是當中最重要 第二件事應該就是衛生 因為第一就是生命 第二就是健康 一路數下來 這個就是現在香港地 因為很多老人家 就好像在巴士站一樣 排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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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隊到頭位 他就不上車 他就要選車上 申請老人院也一樣心態 有些老人家不去到那個地步 他只是想壓住一個位 為自己有條後路 他就一早幾年的時候 他們很流行 就集體柴娃娃喝完茶 一起找社工去輪老人院排隊 結果 三四年 當中那麼多功夫 跟他一直吞吞吞吞吞 排隊 到時候 到時候 叫他有位了 他驗身了 準備入住了 他又不肯了 他就會看著自己的情況 我還在家裡還行 雖然跌過一兩次都還行 還沒死 他就不肯入了 但是又要排頭位 這件事不行 結果在董伯伯的期間 就說不准再押在龍頭 因為這個是假象 變成好像很多人需要軟射位 但其實到真的派軟射位給他 他就不太想入 所以之後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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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